1938年5月,清华日军包围了中原一座古城,建城中由于高总建筑物,日军向那座建筑物连绵发炮。 连日军心差的是,发出的13发炮弹,居然没有一颗爆炸。 这座古城就是温南路易,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道教学派的创始人老子,就诞生在这里。 2012年的农历7月15这一天,在河南路易老子的故乡,赏千人聚集在老军台前。 勒励欢迎台湾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孙世强先生,为大家解读《道德经的奥秘》。 我今天养出个非常关键性的事情,一生的承败其实就在这里。 大型系列节目《道德经的奥秘》,用广大观众要求,于11月3日至11月23日再次播出。 老子说上善若水,是因为水有七种善。 这七种善合起来,其实就是两个字,不争。 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纷争不断,为了争资源,争地盘,甚至发动战争。 为了争名利,争地位,不惜大打出手。 人们为什么总喜欢争,怎样才能做到不争呢? 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,都有哪些深刻的含义呢?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孙世强先生,为我们解开《道德经的奥秘》。 请继续收看第十六集《上善若水》。 《道德经》的第八章,有一句话,很普遍地被我们所引用,也引起很大的反响。 我们把这四个字先说出来,叫做上善若水。 老子,他很明白地指出来,水有七种善, 居上地,心上焉,雨上人,缘上信,正上智,事上人,动上食。 你居在善于选择的场地。 水很简单,水就是往地去流。 我干嘛跟你过不去,说一定要利争上游。 当然,人要利争上游,那是人的事。 他的心很沉浸,像森烟一样。 不是像我们整天蹦这个,蹦那个, 这边在玩这个,眼睛还在想那个。 好像什么都要,生怕落后。 与善人,我跟人家相处,我是很真诚的。 我们不是,我们很计较。 这个人啊,是要给人家看的,是要争取人家的什么。 那事实上就已经不仁了。 说话,遵守信用。 我处理事情,我违证,我替人民服务。 我要很精简,而不是弄得那么心,很繁琐,很不方便。 我做事情,我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。 因为你发挥自己的长处,你就做到很轻松。 大家就不会感觉到,好像你很辛苦, 然后就开始怀疑,你这样做对不对。 因为你任何的行动都尚以掌握时机。 这七个上合在一起,就是两个字,一个不争。 我不跟你抢地皮。 我不跟你抢快速。 我不跟你想得不得到大家的好感。 我不跟你抢水比较有信用。 我信用度提高,银行就可以贷更多的款。 我也不跟你真说, 我做的事情比你多,我有贡献。 我一切掌握了时机, 顺应的情势, 自自然然, 做到人家都没有感觉你在做一样。 这就叫不争。 不争不是说我不要跟谁争, 而是我什么都不争, 连不争的观念都没有。 所以老子才这么说, 夫无一不争, 物无忧。 你不跟万物争, 万物就没有愿有。 所以在这里这个水, 其实应该就是道。 上上落水, 就是上上就是道。 老子说水有七善, 这七善的共同之处, 其实就是两个字, 不争。 而反观我们这个世界, 几乎所有的不幸, 其根源都在一个字, 争。 达到国与国之间, 为争夺资源发动战争, 达到人与人之间, 为争名利勾心动脚。 那么在这个纷纷不断的社会之中, 如何才能做到负增呢? 第八章说得很清楚, 谁上利万物, 不争。 谁他对任何东西, 他都没有选择, 你要我投入给你, 而我一点不拘公, 他不跟万物相争, 这是他最高的美德, 值得我们学习。 那各位听了以后就知道了, 我就开始不争, 因为用不争才能争到最大的东西, 只要你有这种念头, 那根本就是错的。 很多人误解老子, 就认为他是阴谋家, 用不说来说, 用不叫来叫, 用不要来要, 用不争来争, 错了, 你看水, 他的不争是什么, 这两个字很重要啊, 是无心的, 也没有什么说, 我做给人家看, 也没有说, 你们要向我学习, 通通没有, 只要有其中的一种, 他就不足以成为善上, 所以老子很喜欢用那个朴术的铺, 就告诉我们, 你靠后天的修养, 我不争, 这只是修养好而已, 我根本就没有争的观念, 你们要争, 你们去争, 我也不嫉妒你, 我也不说大家不要争, 要争我比你才争的厉害, 那也不行, 其实很多人读到这没有读通, 就是他有这个观念, 人, 你如果不争, 你就是明道, 你不会引起反感, 看到人家端一盘平过进来, 你眼睛先看哪个大, 要不要先下手围墙, 在座有什么人会怎么样反应, 哪些人我必须要事先制止他, 我要不要虚假的, 一上去, 先把那最大的压在哪里, 说请请请请请, 你已经是搞得玩不过来的, 东西还没到手, 你就已经费尽心机, 弄得精疲力竭, 说不定最后还是一场空门, 但是太多人是这样, 认为我聪明, 我还要厌射我的聪明, 我有野心, 我还不让人家看出来我的企图心, 然后把这些都归给老子, 说这是老子教我的, 你看冤枉不冤枉, 大多数中国人, 误会了老子, 因为不争要大家都不争, 我才不争, 这个太差了, 我排不排队, 跟别人没有关系, 别人排不排队, 跟我也没有关系, 那马上有人, 那你一定吃亏, 我连吃亏的观念都没有, 其实一个人, 吃得起亏就表示你很富有, 所以他完全是不靠后天的修养, 他先天就是这样, 而且他还没有这种感觉, 所以你看, 我这么大方, 我无私的奉献, 我这边是这样, 从来没有, 中国有句俗话, 命中有时终须有, 命中无时, 莫强求, 不争其实就是一种顺从自然的人生态度, 老子之所以被称为是自然哲学家, 就是因为他能够通过自然中的现象, 来解析人类的思想行为, 那么几千年来, 人类为什么总是喜欢争来争去的呢? 我们常常讲功成而不拘, 这句话就表示你有功有成的观念, 这是很无奈, 因为人类已经受到污染了, 从小就被教导, 你要成功, 你要成功, 世界上真正了解道的人, 你就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成功这回事, 谁成功, 有史以来哪位成功, 你告诉我, 成功就是失败, 失败就是成功, 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,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, 你是成功了, 从那个角度来看, 你说不定就照了很多念, 你看, 一将成名望古枯, 那都是人家的子弟, 要跟你怎么算章, 我们外人根本不清楚, 功成而不拘, 是人类才有的观念, 也是人类的不信, 人类的无奈, 但是水桃没有这种观念, 它没有, 什么叫做鞠躬, 就是我不但说我有功, 而且我还炫耀, 那就更惨, 我有功, 你们不认定, 也就算了, 我有功, 你们不认定, 我就要告诉你, 这些不是我的功好吗, 没有我, 你们有今天吗, 他们都讲了一大堆, 实在讲也是多余的, 只是自己找痛苦而已, 老子他认为, 人既然有天赋的创造力, 你就应该去创造, 只不过你创造, 第一个要合乎自然, 不要破坏自然, 而且你创造的过程, 创造的成果, 那你已经是够享受了, 你还要什么报仇呢, 当然,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这样, 不可能, 老子也没有说, 你都要修养成这样, 他也没有, 他只是说, 我把道理说出来, 你自己要怎么做, 你看到吧, 我们完全没有意见,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断别人, 这种心态就对了, 那他要怎么样, 他的事, 我要怎么样, 是我的事, 因为道不主宰我, 我凭什么去主宰他, 道不主宰他, 他凭什么来主宰我, 因此, 老子那几句话, 他是翻来覆去地讲, 不是他记忆力不好, 讲过了又讲, 不是, 而是那是他思想的一个重点, 就是什么话, 生而不有, 不育而不适, 功臣而覆基, 什么叫做身, 什么叫做为, 什么叫做功, 就是指人应该有贡献, 你要身, 你要身, 你要共, 可是你一定要顺做自然, 而且你不有, 不是负基, 也是自自然然的, 不是做做的, 做给人家看了就是不对, 这才叫自然, 我自然的做, 大家自然的感受, 我也是自然的一份子, 我又没有什么功劳, 我又不想控制, 不想把持, 不想得到什么东西, 各位, 如果每一个人, 当然做不到了, 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, 那人类, 是不是很美好, 当然大家可以一口气去否定, 那不可能啊, 那是你的事啊, 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, 做任何事情都有其功利性, 有的贪官认为, 我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, 自己拿一点好处, 也是应该的, 甚至有人做自然, 也要大力宣扬, 愿没我花钱做善事的, 善, 应该有善报呀, 但是如果做善事, 要求有回报的话, 还能称之为善吗? 老子的话已经讲了几千年, 到今天没有做到, 所以他感慨说, 我讲得这么简单, 怎么大家都听不懂呢? 我的方法非常容易, 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到呢? 他这样感慨, 感慨这么长久下来, 人类还是依然顾我, 这就是我们应该反省的地方, 生养万物, 你不要据为自己所有,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就是说, 我有生育权, 但是我没有所有权, 儿子是你生的, 你能把他杀掉吗? 能吗? 那就犯法了, 那是你的, 你为什么不能主宰他, 你就是不能主宰他, 因为道都不主宰你, 你还主宰你儿子跟他, 他有他的想法, 你尊重他嘛, 你可以指导他, 可以引导他, 可以告诉他这样那样, 最后还他自己决定了, 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地了解到谁在老者的心目当中, 他是什么? 他是帮助所有的东西顺利地成长, 他第一个, 第二个不计仇, 给我钱, 没有, 第二个不计功, 第三个不排斥, 这才真正叫做善善, 你看万物, 都比水干强, 可是你如果没有水的滋润, 恐怕都会干枯而死, 我们人类号称双手万能, 脑子也发达, 我们可以, 可以, 可以, 可以讲一大堆事情, 可是说起来, 人生只不过是一种失水的过程, 你看小孩刚生出来, 全身都是水, 水座长大, 慢慢地消失, 慢慢地消失, 到了老人家就是水分严重, 缺乏, 然后干枯瘦巴巴的, 要不然皮肤怎么那么皱, 人生, 你再怎么了不起, 就是失水的过程而已, 所以, 老子赵梅他说, 善善罗水, 谁利万物, 而不真, 是站在我们人的立场来讲的了, 因为只有人, 有了文字, 有了语言, 就开始制造一些名词, 善啊, 不善啊, 真啊, 不真啊, 利啊, 不利啊, 当然我们也说它完全是不好的, 因为你总要有些标准啦, 可是你很执着, 你很固定, 你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价值, 人生的目标, 那好像就不太对了, 水, 它无所谓什么人意造的, 没, 那做的必须都好, 你看那个水啊, 它一流动的时候, 就把所有脏的东西都带着, 它也没有向我们要钱, 水之所以永远欢快地流淌着, 正是因为它永远默默地奉献着自己, 从来不要求任何回报, 然而在老子的观念中, 水是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的, 那么老子赞叹, 上善若水, 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呢? 老子之所以赞美水, 有一句话, 水处众人之所悟, 故机已到。 我们看到那个水啊, 把那个脏东西啊, 都挂在一起, 你现在到河旁边也可以看到, 什么脏东西都来了, 你就开始操啊, 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, 众人最讨厌的这种脏的地方, 水依然顾我, 它一点没有什么委屈的感觉, 没有什么误会的感觉, 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, 它没有, 我们说它下流, 它也不觉得下流, 我和人天天说我不下流, 最下流, 因为它没有委屈, 因为它没有什么感觉, 因为它觉得自自然然就是这样, 所以急就是急急复复, 接近了道。 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, 上上落水就是讲道的, 不是讲好坏的, 上上落水, 它告诉我们, 你要知道道吗? 你从水里面去体会, 你慢慢地向它学习, 你自己就越来越明白道, 道, 它没有自己或者它们的分别, 道, 它没有自己或者别人的分别, 它给万物与方便, 没有选择说你对我有利益, 我才特别照顾你, 你跟我好像比较交情不够, 我就冷战你, 他都没有, 这是我们人应该学习的地方, 我们现在, 因为西方科学发达了这四百年, 那我们中国实在是民族自尊心也没有, 自尊心也没有了, 所以我们不得不来看看, 科学最要紧的态度是什么, 就是不争嘛, 可是现在的科学明明在争, 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科学, 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可怕的地方, 就在这里而已, 现代社会科学高度发展, 但是社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, 严峻的竞争环境, 是人焦躁不安, 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, 虽然越来越高了, 但是还是没有安全感, 缺少幸福感, 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,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? 王勤明礼, 把勤忘记掉, 把礼彰显出来, 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态度, 没有, 科学家要申请研究经费, 一定要把你的目标, 你的效益, 结了出来, 然后经过专家的评断, 才说给你多少钱, 你没有钱不能做事啊, 你为了争取研究经费, 就开始编造一大堆, 其实讲起来就是那一道, 我像弄一个引诱人的那种假说, 假说就是虚拟的嘛, 然后我就弄很多说, 证明我可以做到, 然后我就评估, 我最后的效益有多高, 拿了钱来以后再说嘛, 这个是研究科学的态度嘛, 我们不要有个人的感情与执着, 我们一心一意只想把这个道, 把它彰显出来, 但是, 我们现在的环境, 好像使我们越来越难做到, 任何人有了成就以后, 要把你的成就忘掉, 你才不会痛苦, 你看一个歌星, 他最在乎人家有没有掌声, 最在乎他的唱片卖多少张, 最唱片当身价有多高, 那你把唱歌当什么, 一旦光众跑光了, 你受得了吗? 当一个人把自己生活在掌声当中, 你是人类当中最痛苦的一群, 但有几个人有这个觉悟, 今天世界之所以乱, 大家没有办法过得很轻松, 很愉快, 更谈不上什么幸福, 就是因为科学, 它已经偏离的震报, 完全是厉害关系, 完全为了效益, 而不是为了明报, 那我们怎么来挽救这种悲剧,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老子对科学技术有什么贡献, 你明白了这个以后, 你就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里, 我们离不开科技, 但是科技给我们很大的压力, 带来很多的祸望, 灾难, 我们怎么办? 就刚才那句话, 还是要从道德金里面去挖宝, 去找解药, 谢谢大家。 科技的快速发展, 使人类的生活更加方便, 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财富, 但是环境污染, 自愿枯竭, 生态破坏, 这一切不禁使我们反思, 科技对于人类来说, 究竟是福还是祸呢? 而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, 对于我们现代科技的发展, 又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呢? 请继续收看第十七集, 为人类谋福。